中緯合作論壇 峰會在北洋基興 為著要買收緋酒的國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選佈說 未來三年 中國會提供大約代表 1.6條的資金跟緋酒支持 還要讓33的緋酒的國家 百分之百不用關稅優待 但是我們台灣在緋酒唯一的優榜十多年 是唯一沒有去參加這個峰會國家 習近平和南緯的聯合聲明 裡面也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的外交部是配偏中國 有個在歐北亂轉 中國疫後上大規模的主席國家華黨 中緯合作論壇峰會在北洋基興 緋酒和中國建交的53國 和緋酒人民委員會都參加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邪國開幕式 對緋酒國家是幫出一大堆好看的 現代化道路上一個都不能少 一國都不能掉隊 以中非現代化助力 全球南方現代化 和緋酒優過來他們這邊 通出有肉 中國要擴大市場開放 提供百分之百歲佛産品 聯關稅的台股 不像期間萬緋鋒人民票10億 國會大幅 未來三年要提供3,600億人民票 合台票1.6兆的資金來支持 不過有一個沒參加的中緋論 同樣的會主國家就是我們的優邦史瓦滴尼 斯維斯蘭和台灣地區發展官方關係 不符合四方的資深利益 我們相信斯維斯蘭遲早會認清國際大事 做出符合歷史潮流的正確決定 我們的優邦是一堆動作 十金兵設置和南非總統拉馬佛沙會民 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 說台灣是中國不能分架的一個部分 我們的外交部檢驗正八千 外交部對於中國 一再藉由與他國領導人會談 以及舉辦大型國際會議的場合 貶損我國主權 予以嚴厲譴責 外交部共同說 任何國家都沒看 用聲明來好人台灣的主權 台灣根治自由民主的信念 也因為中國的壓迫來改變習慣 未來也會繼續以民主保併和自由做核心 共和你念修和火盆的合作 加保台海的保併穩定 記者 總合佛德